去年7月,美国司法部对伊玛公司1MDB提出了民事诉讼 申请充公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 那个时候是创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充公案件 今天凌晨,美国司法部再宣布新一波的行动 从1MDB那边是没收了价值5亿4千万美元 就是大约23亿令吉涉嫌被用于贪腐行为的资产 美国司法部在长达250多页的诉讼书当中 就揭露了马来西亚一些高官还有同僚 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 从1MDB那边转走了超过45亿美元 另外在文件当中也第一次提到大马一号官员的妻子 同时美国司法部文件也提到了刘特佐 并且指他为了掩人耳目通过很复杂的模式 把钱通过不同的账户转账 包括买入一颗价值超过641万令吉的新型钻石等等 那针对美国司法部在诉讼书当中揭露首相 的这个揭露呢 首相秘书跟总检察长都第一时间发文告 一一反驳 首相秘书东姑沙里福丁今早发文告说 美国司法部新一波的冲攻行动 显示出了他们再次漠视大马政府和伊马公司 大马愿意和所有的国际机构合作 可是美国司法部并没有事前寻求两者的合作 同时也质疑这一次的冲攻行动 跟国内政治操弄和干预有关 背后另有动机 另外曾经宣布首相纳吉 没有在1MDB的案件当中 存有犯罪迹象的总检察长阿班迪 他在文告当中说 对美国司法部感到很失望 同时他也抨击美国司法部 在诉讼书当中 没有将首相列为答辩人 就影射首相和指控犯罪的行为 阿班迪也坚持 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伊马公司的资金被挪用 至于全国总经常卡利 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被记者追问时说 基于有关案件 属于民事诉讼 不在警方的管辖范围 所以警方会采取三部政策 也就是不干涉 不行动和不支援 那对于美国司法部的指控 伊马公司今天也发文告 抨击美国方面 谴责他们在没有出示证据的情况下 就采取充公行动 但无论如何 1MDB也表示 他们会全面配合外国执法单位 去进行调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